只差那个,你看看这山顶上,全是雪 对面的那个平台的那边,那边就是Panorama Ridge 刚才碰到两个老夫妻,现在还能看到他们吧 就在那,他们俩得有60笨70的 我已经到这个山根底下了,刚才据说有两个人已经爬上去了 但是我在这歇会儿,上次来呢,这有好多人走这个,非常恐怖 因为这你看这个雪,没有雪的话,这就是一掉下去就完蛋了 这要有雪,显着就不那么可怕 你看,以前就有人就站在这,站在最前面这个平台这 在这照相,哎呀,我觉得危险死了 实际你就光看这个脚底下也没有这么危险 你看,你这样看,就是这一大块雪如果掉下去就麻烦 看见了,看见了,看见了,山崩了 挺辣了 哗啦哗啦的 哦,就从这个,前面这个,一下就掉下去了 看这雪有时候,你看看,如果要是没有这个雪在这挡着就显着挺可怕的 有这个雪呢,还可以 看,在这也没有那么可怕 上次人家在这照相,哇,我说不要吧,在这不值得 实际你看,没那么可怕 人家 这就是你来的多了,我虽然不来的多 但是就这种地形啊,你见多了也就见怪不怪了 你看,又有石头崩了 它这个斜坡就,这也是一样 这一旦一块石头,有时就会出发那个 出发这个,整个的一大片的雪 或者石头都会,都会下去 但是还是要非常那个注意力,非常集中 就是不能出一点错误 就是,这叫刀尖上铁蜜 那个爬山,这个那个 你看这个,这就是我一会儿就要上到这个上 据说后边,刚才两个小伙子告诉我 这个,说的还可以 不是那么,但是千万不要走错了 其中有一个,就是一直要靠左 它分岔了以后还要走左边那个 就不那个,不那么难走 要走那个右边的,据说就非常危险 但是这边没那么可怕 这边还是有,有那个上面的 我这个鞋虽然,虽然不是那个很大的花纹底下 抓地力,没有那个鞋那么强 但是这双鞋呢,穿着就是走长途应该还挺好 因为我想今天也没有什么太难走的 也不需要那个巴地力特别强的 所以就,还是决定穿这双鞋 因为我已经走过了那个,什么bronsway 这些山的,都跟这个差不多 什么,Cramon正当 是不是,在这里比较要小心点 这要滑下去,就一出溜到底了 如果一会真要爬也得休息一下 都喘不上气来了 都喘不上气来了 先放一放